岩石一度被认为是接近永恒的存在 但是在自然的力量下 它们也会衰老崩裂 敦煌石窟 云冈石窟 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旅游目的地 也在一点点消逝 我们来到了云冈石窟 为了看清这个已经存在上千年的洞窟 需要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 这一块你要不去干净摊 这很可能几年以后这一块就下来了 就没了 这些原本挤压在山体中的岩石 开凿石窟后得以膨胀 产生裂袭 并在重力的作用下断裂脱落 被称为蟹河作用 1940年来自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考察团 见到的是 大大小小奔落的岩块 雕刻着佛像的残片 有的甚至插入地下一米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洞心绵延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几乎所有的洞窟的外力比和顶板 都曾经发生过坍塌死世界 满目疮痕 还有一些变化不会直接导致坍塌 但是却侵蚀着洞窟最有价值的部分 现在有雕刻的地方是56% 就将近一半的几个雕刻洞面了 就这两个洞窟 像这种小尺度的病害 统计的数量是1095处 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岩石并不是完全密闭的 云岗石库的山堤有几公里厚 几公里范围内的降水 都有可能通过岩石裂溪渗透到洞窟中 这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水结冰石 密度变小体积膨胀 在岩石裂溪中产生的压力 可达数百个大气压 这样的过程反复发生 就像洞裂水管一样 使石雕逐渐崩裂 还有山体中的可溶岩 空气中的粉尘等等 都会侵蚀岩体 破坏表层的雕刻 被称为风化作用 理想的状态 就是我刚才说的稳定的环境 就是温度不变 湿度不变 山体跟石窟内外部 没有物质的交换 没有能量的交换 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石窟寺正在面临着 越来越剧烈的环境变化 百年一遇的洪水袭击的风能 洛杨是遭遇到的暴雨天气 受到强降雨林响 洪水戳毁不过 淹没了大佛的脚趾 龙门石窟暂时闭门 龙高窟暂停开放 我们没有找到直接预测气候变化 对岩石风化影响的数据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例 柳家峡水库新建后 其上游的炳灵四石窟 在20年内就变得粗糙模糊 而炳灵四石窟经历的湿度降水增加 极端降水事件 近40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也在发生 我们在抢一个时间 分化是不可能停止的 谁说我能把这些文物修的 我说以后不再发生变化了 那是不可能的 谁都做不到 但是也有人试图创造一种 不会变化的石窟 在以往来 所开阔造像的人 他都是石窟的开创者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这个数字化 也是在数字世界里 是石窟的一个开阔造像者 你也许还记得 2019年的这场大火 高额的成本和新冠 让重建变得困难 但是在数字世界 你还可以看到这样 这样 甚至是这样的巴黎圣母源 只是永生的数字化模型 并不能完全复刻元件 只能无限接近 数字化说白了就是 用计算机技术 去记录文物的全面的信息 现在我们扫的是0.5的精度 可能过了几年之后 会研究出来0.01的这种菜籍设备 精度指的是3D扫描模型中 任意两个定点之间 最小的可能距离 而在扫描点之间的部分 只能由计算机算法模拟还原 因此精度越小 数字化洞窟和元件越接近 因为设备跟技术的更别 我们需要提高精度 缩小与文物本体的误差 就会去不停地 就根据这个技术去重做 3年5年要重新做一遍 但是风化不会停止 也许5年后 精度更先进了 石窟却在风化中 丢失了更多的细节 加快数字化的同时 在巨变的现实世界中 留下石窟 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让我们回到这一幕 像这种小尺度的病害 统计的数量是1095处 每一处这样的病害 都需要大量的分析 它会不会掉 它什么时候会掉 掉下来之后 对其他周围会不会有影响 它在多大的力的状态下 才会出现病变 力要是做的大 这个东西就断掉了 但是这样的一番努力 并不意味着 总是能找到最佳的干预方式 这块可能要掉 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可能10个人有10个看法 有人说不错 有人会说不好 不管它是什么情况 先给它做一个临时性的社会 对于这样的难题 数字化技术 也许可以减少试错的代价 实体上你要修复的话 可能对文物有一些二次的损伤 所以我们数字化修复 先把这些残件扫描出来 在电脑上来模拟修复的过程 来让保护人员来评估 它效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要达到数字化修复 需要大量的数字积累 比如日本广岛的这一处试刻 对比原件和1986年复制品的3D模型 只能推测 近30年的风化情况 和上升的海平面或存在关联 云岗石库的第9到13湖 在15年建成了保护性枯岩后 对比发现 前后的风化量减少了70% 侧面体现了枯岩的作用 以往的这个分化对于石库寺来说的快慢 没有一个定量的分析 每年分化多少的量 大家都不清楚 所以我们选取了几个点 用三维机往扫描技术 一个季度监测一次 而当数据量足够大时 可以推测过去 或者模拟未来 为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面对不会停止的风化 全球的气候转变 永远留住石库 仍然是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保护者们就像精卫填海 鱼躬移山 结合这个时代所有可能的技术手段 日复一日地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大家好 我是雨伞 感谢腾讯新闻和云岗研究院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 不一样的石库寺 如果你也想用自己的行动 守护石库寺 可以在9月1日到9月15日期间 在腾讯新闻搜索石库寺 参与互动 获得并捐出小红花 腾讯基金会就会出自 为石库寺守护人提供加油包 用小红花一块做好事